大家好,我们都知道南花呀,它是喜欢一个润而不湿的状态 所以呢,盆土不能够干的时间太长,以免呢,影响这个南花的生长 那么我们在给南花浇水的时候啊,这个时间呢,大家一定要把握好 就像现在春末或者是呢,夏季秋初的时候呢,这个温度都是非常的高的 那么我们给这个南花浇水就一定要避开这一个时间段 要不然的话呢,会导致这个南花出现一些黑斧啊,黑斑啊,或是烧伤南花的根系 影响南花生长,严重的话会导致南花死亡 那么是要避开哪个时间段呢? 那么这个时间段呢,主要就是在早上9点10点钟以后 下午,大概5点钟之前,这个时间段呢,就不建议大家给它浇水 为什么呢?因为这个时候啊,温度是比较高的 盆土里面的温度呢,也是非常的高 如果这个时候浇水的话,会导致它盆内的温度升高 那么盆内温度升高呢,就会烧伤这个南花的根系 而且呢,也会烧伤南花的这个甲林径 那么烧伤南花根系和甲林径,就会导致这个南花出现碳居病或是静谱病 那么静谱病的话呢,严重会导致这个南花呀,死亡 所以我们在给南花浇水的时候,就一定要避开这个时间段 但是在冬天或者是啊,春初的时候呢,这个温度还是比较低 那么我们浇水的时候呢,最好就是啊,在这个中午的时间段进行 因为早晚的温度太低,给它浇水的话,也会刺激到它的根系 那么我们就在中午啊,这个温度比较高一点,比较合适的时候呢,再给它浇水 所以不同的季节,我们给南花浇水这个时间呢,大家都要把握好 这样呢,对南花才不会造成一些的损伤 那么好了,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,我们下次再见 感谢观看